中國能夠走到今天 當然是靠民間企業的活水DBA 還有很多非常年輕的新創企業家 但是曾幾何時 中國現在出現的歌叫做 英年 不是早死 英年早退的現象 怎麼會這樣子呢 包括我們看到 這是短影音的app快手 蘇華才39歲 至3813億 突然就是不如規矩就退下來了 這對非常有名的字節跳動抖音 張一鳴比蘇華更年輕 還小一歲 38歲 至4千億美金 那麼另外這個是拼多多 也很有名 黃針41歲 甚至1千043億美金 大家也是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還在一個 應該是正要發光發熱的時候 卻都選擇趕快從頭位置上退了下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老師我們一起來看 中國的民營企業 我想在習近平明年連任之後 中國民營企業確實是要 皮要繃得很緊 尤其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尤其是像這種電商 網路產業 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對中共來講 中共是唯物主義者 他們相信 基本上他們對製造業 製造業是比較善意的 比較願意去保留製造業 但是對於這種網路產業 這些都是網路的 對 都是網路產業或者是電商 像這種東西 他們認為是涉及到市場剝削的 所以我想這個會在意識形態上 或者是在習近平對於國家治理 這個共產黨的統治的這個想像方面 我想這個網路的產業跟電商 確實是習近平下一波 他可能要進行嚴格控制的 那麼事實上這個在中國歷史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 事實上早就出現過了 我們知道中國的這個 中國的私營企業也是好幾百年 甚至上千年 從宋代以下 一千年 那可是問題是 中國共產黨如何在1950年代 短短只用了六年多的時間 就把整個中國的資本家都消滅掉了 那現在的 現在中國的資本家 事實上是改革開放之後 又重新崛起了 那麼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 他曾經做過這個無反路線 用無反運動來整肅中國的資本家 然後在1956年 1956年 他使用一種叫做公私合營 公私合營的手段 把這個資本 基本上事實上就是把 私人資本整個給充公了 那麼那私人資本家最後 他只獲得一些股份 以他還有的資產 轉換成為股份 然後入股成為國營企業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 1956年之後 一直到整個文化大革命結束 中國基本上是 全國都是國營企業 所以現在重新回到這個路線 這個對 這個情況有可能會在 習近平未來的 可能也許五年 我們也許想的單純一點 五年 但是有可能 習近平現在68歲 有可能他一直連任到78歲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五年 十年裡頭 我們要非常小心 習近平是不是 他會從 因為習近平過去這幾年 一直強調 這個國家自理能力的強化 那麼他也許會對這個私營企業 做更大程度的壓迫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我對於說 習近平連任成功之後 他的這個經濟政策 可能會更朝向 社會主義來 這個方向來 本來大家以為是 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以為是民進國退 但這兩年是完全批變 要重新回到 五反政策 五反路線 那麼這一張 這張圖片是非常有意思的 經典的 這是2016年的 《時代雜誌》的一個封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美神預言 其實五年前 五年前其實西方世界 尤其美國的媒體 就已經非常注意到 習近平的背後 其實是有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主義的內涵 這個陰影存在的 OK 好 這是 這個應該說是 表面是習近平內在 就是毛澤東的影子很深厚 玉政我們來看 年輕人也嚮往鄉村生活 因為大城市居住大不易 他們搬到哪裡去 搬到黑龍江 包括鶴岡 雙鴨山 一套房一萬多人民幣 四萬多台幣 你如果說一萬塊的話 你在北京 上海 甚至二線 三線城市 怎麼過日子 真的 白菜價買房 對 那些年輕人就想說 我幹嘛要去這些大城市 或是之前的一些工業區上班 對 上班的時候又說 沒電 所以叫我休假 休假之後 天啊 那這個真的有很多人 在這一陣子是返鄉回家 就不要來了 那可是後來他們覺得說 我幹嘛這樣過日子呢 那我就來去那種 因為中國財太大了 所以還有很多地方呢 其實過去呢 蓋了房子 然後沒人住 大家不是看過很多那個什麼 耳朵絲的什麼鬼城之類的嗎 好 結果呢 很多年輕人就跑到什麼 黑龍江的鶴岡礦災 發生之後 然後沒有人敢去的地方 結果一套房 對不起 一萬塊人民幣 一萬塊 一萬塊 你在 請問你在上海 北京 昆山 什麼 深圳 怎麼過日子 好 可是他就可以在那裡 一萬多塊 覺得說 我那裡過得還不錯 我是有房階級 你知道年輕人 馬上 本來說不敢買 因為不敢買房 不敢結婚 不敢生子 去到那裡之後 我馬上就有房住了 星星躺平聖地 對 所以我就在那裡躺平 躺平了之後發現 人生過得很快樂 而且呢 你看我的這個毛顏雖然低小 然後但是我吸上青青草 就是向往那個 宋代的那個新氣級 那種就是我曾經呢 當作這個 這個 次占沙場的玉史大夫 可是呢 當我不得志的時候 我回到那個青青草原上 躺平之後呢 我發現 最理無音相昧好 白髮誰家什麼 白髮誰家什麼 翁翁啊什麼 大兒子大兒子幹嘛 小兒子幹嘛 就可以活得很快樂 所以那個 星氣級的那種 清平樂的村居生活 很多人嚮往 其實呢 我之前也被 中國好幾個這種 臉書啦 或是抖音上面的影片 我也曾經被感動過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這個 我是這個李子柒的 李子柒的追蹤者 為什麼 因為我在台灣認識一個 好朋友叫謝麗香啊 他也是那種 過摩登原始人的這種生活啊 我可以自己種菜 然後呢 那跟著家裡的奶奶 然後呢 我所有的東西都自己來 然後做出來的東西 又好吃 然後又務實 那不需要賺什麼 這個 每天呢 不需要餵工作傷腦金 沒收入沒關係 要吃什麼 菜 舔你自己摘 然後呢 雞 鴨 鵝 在那邊 跟他玩一玩之後 再抓起來殺就有了 所以呢 這樣子 李子柒的這個網紅 後來大家才發現說 天啊 原來呢 他的這個 這個 他有 他有跟浙江的一個公司呢 他是合作簽約的 後來呢 爆發了說 一個合約糾紛之後 影片才停了 他這還真的有過程 這個就非常扯 這個什麼 劉愛芳的小春花 這個 這個裡面夫妻 這對夫妻 他們呢 爸爸 小孩 全部都是演員 他們做了很多那種在 直播帶貨 對 在湖南的農村裡面 過得很快樂的 一對小家庭 然後這個小家庭 什麼 他其實他劉愛芳 然後這個兩個 其實都真實的 名字都不是什麼劉愛芳 然後他也不叫小春花 可是就很多的這個粉絲 就非常的說 嚮往這樣的一個生活 所以不管是李子柒 或是牛愛芳的小春花 其實就是那種 我幹嘛追逐 這樣子一個富裕生活呢 我躺平不是很好嗎 然後我回鄉下 或是回到那種 那個不叫二線三線城市 那個是最低等 過去中國那個 都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現在我竟然可以在那裡 活得很快樂 OK 好 謝謝玉珍 我們看到中國這個 習近平的這個政權 鞏固之路 也看到這個企業界捐錢 年輕人躺平 中國經濟到底 接下來何去何從 我們持續帶來鎖定了 那也祝福大家 下個禮拜操作一切 平安順心囉 再就您來開趴 拜拜 再次見 測了 沒事 zie 再見 慢點 円